绿油油草地搭配红砖别墅 这里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私人资产之一 桑德令和庄园里的花园别墅 想体验王室的感觉吗 租平台租得到 里头摆设王室家具艺术品一样都没少 这栋别墅提供两层出租 能让八位客人入住 不过一次最少要租三晚 每晚价格350次英镑 折合台币12600元 租客已经爆买到2024年2月 其实女王位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 也能租 而且在英国生活成本不断飙升下 日前跟大打折 最便宜房型每晚只要79英镑 不到新台币2900元 女王传出离世消息后 飞往伦敦班机的询问度也暴增 根据旅游新创公司统计 世界各地飞往伦敦航班搜寻量 跟前一天相比增加41% 当然会发出一波想前往英国的一个风潮 但是呢还是要看整个就是后面的一个疫情的发展的情况 当然台湾这一块是不会有的 因为台湾有三加四的格门 这个事情呢都是欧洲人跟美国人在封 其实我们台湾是没有在封这一块 女王走过的路 待过的房 只要跟女王沾上边的 粉丝都想体验 也再次展现女王全球高人气 请继续关注彭正华采访我们的